岛内近日发生的多起停电事件引发了外界强烈批评 民众是怨声载道 20号 台电总经理王耀廷突然宣布请辞 王耀廷在请辞信中提到 近日 社会各界对台电供电稳定有诸多疑虑和不信任 他对造成社会纷扰 向民众致歉 并正式请辞台电总经理一职 以示负责 对于王耀廷的请辞 台经济部门主管王美花等闻讯后十分错愕 正全力未留 此前 受4月3号花莲强震影响 台电电力机组尚未修复 4月15号傍晚 台电一连四部机组跳电 导致电力供应吃紧 4月16号起 桃园又连续发生停电事故 随着供电争议延烧 台电更坦诚 15号为了调度用电 以每度12元新台币的价格 向十多家工业大厂买电 成本超过2000万元新台币 令外界再次将矛头指向民进党当局的能源政策 现在错误的能源政策不改变的话 即便台电换100个总经理可能都不够 更有台电内部的员工其实跟我们来爆料 说现在台电的处境就像是每天在走钢索 动不动就可能会面临到缺电或是电不够的一个危机 我不觉得说台电总经理辞职停电就不会发生 台电是我们尚未错误能源政策的受害者之一 能源政策有问题 让台电的财务结构出问题 没有办法把这些基础设施维修好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这些年来 岛内停电事件屡见不鲜 缺电不时成为舆论关注热点 从当初的反核用爱发电到如今不时发生的停电事件 民进党当局的能源政策饱受质疑